可以做一些其他练习,哪些练习,底下卷动之后这边不是有汽车 你可以把它开分心分页,这边不是汽车,汽车不是有CSV 另外当然还有什么,机车,自行车,还有其他的,街头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到底停台北市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小偷 比如说你车哪边最容易被偷走 一样的道理,还有台北市的汽车切掉到底案件有没有增加或减少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是不是只有住宅一直往下掉 其他的有没有,那还有就是你如果想要找相关的 甚至你可以在开放资料里面,关键字你就搜寻那个什么 搜寻这个切到这个关键字,或者是说 当然每一个人兴趣不同,因为你一下子可能要变化太多 太大的话可能是有点难度啦,当然相关的应该就比较,因为他栏位都差不多 还有他的那个什么,给的档案也差不多,就像这边有CSV啦 可是问题是如果像什么Jason,跟XML,那你就要用别的方式了 OK,所以这个我想就是要再精进啦,毕竟这项技术说真的 你要学很久很久才有办法真的,就是非常进入状况 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过我尽量开个头,你们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练习 至少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学完这个课程,至少不见得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 但是你至少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是有这方面的sense 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讲的我听得懂 最怕就是说那个鸡同鸭讲,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观念 什么叫爬虫也搞不清楚,什么叫CSV,什么叫Jason,XML等等啦 甚至网页的HTML,因为你没有概念,所以你要跟他描述 你连请人家帮忙这件事情,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讲的清楚 那真的就很麻烦了,所以内行人对内行人很简单 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要干嘛干嘛,我跟他讲两三句话就够了 你不用多讲,他就知道了 但是你如果外行人你跟那个工程师讲说我要干嘛 我跟你讲讲半天,你开十次会都还是在原点,原地踏步 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 那有一个工程师比较没有经验,他不会赢到你 他就把你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 然后可能照着做,但问题你的描述跟实际上状况是有很大的落差 有没有,他这样子得到的结果就浪费钱 为什么他也帮你做了,他也花时间了 可是问题你说为什么你做出来是像这样子 不是都你讲的,对他两个就有纠纷了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说两方面都懂是最好 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我花比较多时间就是引导 你是这样吗,你确定一下 OK,要不然可能还要教他 因为他的观念,他的脑袋里面只有实体运作的观念 他没有电脑的流程 而且不知道资料是怎么储存的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你沟通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第一点,至少要学会这方面的素养 素养至少就是你对话沟通,聊天的时候 别人会说你都懂,你有这方面的知识 其次的话,才是说你真的实做看看 如果做过程当中,你如果是比较小白的话没关系做 那有问题可以再问 那问的话,当然你可以找专家 不过我是觉得现在要找专家也不太容易 而且不见得每个人对于每一个技术都是熟悉的 可能他是写软体的,但是他可能经某部分 他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会,因为你光一个东西你要花多少力气 所以至少说你将来可以慢慢再累积了 我是这样想,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回去再针对其他的资料去做练习 比如说相关的,像汽车,像机车,还有像自行车 像有同学就是他自己骑摩托车 他想知道停哪边比较危险 那尽量避开那个危险,会被失窃的地方不要放 那尽量当然你车子不要乱停在那些地方就比较不会被偷了 甚至是其他的,反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今天的话因为延续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的话一样我有把它放在这个论坛上面 还有同学问说这个论坛是不是课后就会不见 不会的OK,怎么可能不会马上不见 但是也不会永远都存在 你不要几年之后才再去问说老师 你之前上课的东西放在哪边 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想说已经 我查了一下,这同学已经十年前的同学 十年前上课你现在才问我 好啦,你买个东西保固也顶多一年吧 你要叫我保固永久 终身保固,而且上课没有人在保固的吧 你听不懂你的,对不对 没有说老师我听不懂 你要赔我学费,没有吧 应该变成这回事 我顶多是可以跟你保证说三个月内不会有任何异动 OK 也不能说给你拉很长 因为拉很长,你就 好,老师我给你保证三年 好,老师有三年 三年我先混一年好了 我第二年,第三年 太久了啦,三个月之内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三个月不够的话 那你再跟我讲 我可以再帮你延长 OK,理论上我是可以 这也不算保固啦 不论说保固 OK,只是说我可以 大概承诺你们 不会异动 OK 但是至于过这个期限之后 如果有异动 就不要再怪我 再问我 OK 不然什么状况都会有 他自己找不到 他就会说老师 我找不到你那个影片 我想说 我又不是小学老师 每天都管你这些事情 OK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 唯有先讲一下大乐透这个 OK 应该知道今天要上课的逻辑 其实今天的逻辑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网页有76页的表格资料 瞬间可以让他直接就到 itself 那以前如果你不懂得写个程式 那变成你就土法炼钢 而且如果你今天做完 明天可能要再一次 那如果你的资料是类似像金融类的资料 网顽不得了 金融类的资料有时候是几秒钟几分钟就变更一次 那你怎么办 每天都在Ctrl C Ctrl V OK 如果资料都还没抓下来就换了 那当然你永远跟不上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资料下载 那下载的话你要记得啦 其实应该叫贿赂啦 贿赂到Excel OK 因为你下载存成一个档案对你来说也没用 所以放在Excel是最方便可以取得 那下载应该叫贿赂 因为有时候用词不精确的话 你在Ctrl V得到的结果就不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下语法 我用下载 结果我的意思是说帮我把它下载到Excel 但是他误以为是我要把它下载档案 再放到Excel 后来我就改了一个叫贿赂 贿赂Excel 他就知道说原来你是要贿赂 而不是要下载 所以有时候每个地方都要斟酌一下 尤其是跟Charge VT下指令的时候 真的每个地方你都要特别小心 但没有关系 等一下如果错了可以再修正 因为Charge VT反正你随时可以修改你的指令 那他也会知道说你要做什么 然后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就是产生那个绘图的图表的VBA 就是针对那个住宅窃到 本来我们是土法炼钢的方式 那上个礼拜是自动完成 但是其实难度非常高了 各位可以看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部分难度其实非常的高 所以还是这样 就是要多练习 那你要确定说你是真的能够做出我做出来的那个样子 那你刚开始可以不要变化 你可以用那如果你要变化的话 我是建议你不要随便再找一个太难的 你找个接近的 像刚刚讲的那个汽车机车自行车 这样的一个同类型 或者你找新北市啊 可是新北我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新北比较看看 不同的那个这个人 这个当家会不会有对治安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新北的市长 他是警察出身的 所以他治安会不会 哇那像台北都已经这样子了 那他会不会这样子 更邪、邪律更高 哇那当然就更厉害 可是好像应该不太可能啦 OK 因为 所以其实你说治安会要变好 是不是说只是某一种背景就OK的 我是觉得很多啦 而且我觉得资讯相关背景真的也蛮太重要 你会发现现在所有东西都跟电脑有关 甚至会不会用AI 我觉得蛮重要的 会不会统计分析 有没有 因为你的人力有限嘛 比如说警力有限 那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说应该把警力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有没有 那当然一定会 结果一定不好 但是你如果那边治安不好你就多放几个 对啊已经治安很好的 也许你就可以采其他的方式 对OK好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单元 所以待会请各位第一个先开启这个02下载大乐透历史资料的这个单元 打开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当然理论上你需要具备有这相关的素养什么素养就是HTML加CS语言的基础 不过啦因为我使用的一个叫Quality Table物件 那这个Quality Table物件有个好处 就可以让你暂时避开 你可以先不用知道那个什么网页的一个基本语法 你说老师那这个HTML跟CSX是什么 首先呢你们待会可以先点击这个连结 乐透云这个网站 那基本上每一个网站呢 它的结构我们你点开来之后 上面 它这个广告关掉一下 上面这个网址的话 其实一般我们称它叫URL 有没有 叫URL就是这个 URL OK 这个URL指的白话意思 就是这个网址 OK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呢 上个礼拜有跟各位分析了一下 它这个广告退不掉 OK 那我们这个URL的网址 你可以变更Index Page 它就会跳其他页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逻辑之后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URL最重要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按滑鼠右键 在网页上方按右键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 检视网页原始码 那检视网页原始码是什么东西呢 你说老师我画面不是就看到网页了吗 那背后你按右键检视网页原始码之后 你会发现 看到什么会有这个一大堆这个看不懂的东西 有没有 那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HTML 跟CSS HTML 其实就是一种网页结构的叙述语言 你说老师为什么我看这个看不懂 但是我看前面这个看得懂 前面这个有点像你的浏览器 我们不是用Chrome Chrome帮我们把它变成你看得懂的样子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用一个记事本来打开的话 它其实就长这样 你说老师那我课 干嘛特别需要知道这些 因为你将来要抓资料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抓前面这些 而是抓后面这些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后面长什么样子 你抓一定会失败 目前啊 不过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挑了一个物件 就是Credit Table这一个 它可以暂时让你先不用知道 不过未来我是建议 你们如果要知道的话 至少要知道几个最重要的标签 那所谓的标签 就是这个网页 它里面这个背后HTML最关键的那个名 比如说一个表格对不对 那我可以在日期上选起来就按右键 那刚刚我们是用检视原始码 检视原始码很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你的那个程式的位置相当不方便 所以像Chrome浏览器 它有个功能就检查 检查就是说它直接跳到那个地方 告诉你说这个日期背后 它到底是在哪一个这个标签里面 OK 所以你几个简单的方法 我是建议你至少要学会几个了解那个HTML的方法 第一个是表格好了 表格的结构 跟各位讲 一般这个表格 那我怎么是它的标签结构呢 第一个呢 你可以选日期按右键检查一下 OK 好 那关键来啰 这个时候 它会跳出右边这个页面 当你要关掉这边有个叉叉 它可以把它关掉 不过你会发现它就跳出那个你刚刚看不懂的东西 其实就原始码 右键检查 我喜欢先选表格左上角这个日期 检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在这个表格 它怎么定义 那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所谓的标签 什么叫标签 只要是小于符号开头的 有没有 小于符号后面的就是一个标签的名称 它是透过标签的名称来定义这个表格的 所以将来为什么表格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看得到 因为它是透过标签 那Chrome浏览器 它就解读 看到这个 你这个标签是table 所以我帮你画个表格给你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去 所以你至少要学会几个 第一个是table这个标签 所以记得前面一定是小于符号 OK 这个是第一个特征 然后面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那当然它尾巴有个大鱼 所以这个跟这个是一起的 里面有个class class就是它的类别名称 这个类别名称的话呢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再看看 反正类别名称也可以当成它特征之一 我们主要是先知道有table 另外第二个标签是说 一列的话 横向一列 OK 它的架构是这样 横向一列 一列的话就TR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TR 实际上 就是指的是一列的开头 你说老师 TR 那结束的地方在哪里 跟各位讲 这个TR的话 它是这个列的开始 那列的结束在哪里 其实各位有没有看到 如果往下卷动 会看到有一个什么 小于符号 多一个斜线 有没有 往下卷动 应该到下面这里 我这个可以把它往下一点点 这样比较看得清楚 有没有发现 它一定有个头 有没有 头在这里 尾巴在哪里呢 有没有看到尾巴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的标签 一定是成对的 也就是说 开头是TR 在小于符号里面 底下这个一定是 小于符号加一个斜线 这个斜线表示说 那就是这一列的结束 所以这个范围 这个里面 这个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那各位可以读得出来 你说老师 那可是问题这一列 好 所以呢 第二个你要学的就TR 第三个要学的就T TD 那你说老师一个储存格 那它怎么表示 一个TD的话 基本上呢 这个是按右键检查 TD的话呢 这边不是个TD TD的话指的就是它的储存格 OK 那这个是开头 这个是结尾 有没有看到 那里面的资料就在这里 日期 有没有发现 日期就被放在 这个标签的中间 那这个大乐透号码 就这个 有没有 特别号就在这里 备注就在这里 那你说老师那怎么还除了TD以外 还有别的东西 因为别的东西就是格式嘛 比如说它应该几号字啦 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类别 然后Style就是它的样式 OK 那根据什么颜色啦 什么字的大小啦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其他我觉得你暂时看不懂没关系 就先看最关键的三个标签 标格就Table嘛 列的话就TR 储存格就TD 那顶多是说其他的网页 它的上面的那个什么 栏位名称叫TH 它不叫TD 它叫TH TH的话 H是head head是头 也就是说它第一列的地方 它不会这样用TD 它会用TH来表示 不过这个网页是没有啦 所以暂时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最关键有三个标签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应该这个先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用Table 这个什么Table Quality Table 所以暂时不知道也没有 我们首先要 怎么去把这个网页的资料抓下来 那因为这个网页总共有76个吧 OK 所以这76个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放在Excel里面 那首先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的话是之前录制巨集产生的一个范例程式 就这一段 你们待会找一下 在第四页的地方 第四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叫范例程式码 那这个范例程式码 你们会发现头是Sub 尾巴是Endersub 名称叫大乐都下载 那这个主要是 我有一个Creditable物件 然后增加一个连线 叫UIL指的是网址 所以特别注意 待会你们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个乐透云的那个网址 贴到这个什么呢 分号的后面 双引号的前面就这里 那你把它放进来之后 它就帮你把这个网页里面的那个表格 直接就帮你下载下来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范本 它比较适用于什么 我先把它先开一个 你就新增一个空白的活跃步好了 或者开Excel就空白的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再到开发人员 找到Visual Basic 如果你没有开开发人员 你可以用ALT加F11 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 先把上个礼拜这个翻例先关一下 上礼拜这个 好那你打开这个Visual Basic 我的习惯是把它缩放在 这个Excel的上面 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程式要贴哪里还记得吧 增加一个模组 按右键插入模组 或者上方也插入模组 插入模组 这边也可以 OK 你就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 不是这个 这个我刚刚没复 这个复制一下 记得你们找到那个第二个单元的第四页 然后把这一段 记得范例程式码这一段 把它复制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贴到一个模组里面 好那特别注意 这里面有点像填空题 填什么呢 第一个你必须在URL分号 跟双引号中间 放那个网址 那网址的话呢 我们先放第一页就还有76 当然你不要一下也是那么大 我们先抓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呢 其实网址 其实理论上应该到这里就好了 这个后面这个不用 应该是到这边就好了 它是这么乐透的 这个index page等于1 order by等于new 把这一串呢 复制一下 然后呢 再贴贴在哪里 记得哦 贴到 这个不要贴错了 它里面本来有个空白 对不对 特别说这个空白也都不要 将来如果多一个空白 都不行 OK 所以呢 如果假如这边有个空白 你就贴到封号 跟双引号之间 如果有空白的部分 你把它delete掉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 这一点点错都不行 多一个空白也不行 检查一下有没有空白 一定不能有空白 OK好 记得是放这里 好 第一个填空题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知道说你要抓这个网页的表格 有没有 所以query table 这个物件呢 其实它主要就是帮你去抓 网页上面有表格的资料 好 那所以给它网址就OK了 但是你必须要跟它讲第二个参数 好 第二个填空 就是底下不是有个web table 加S吗 好 这边有一个双引号 里面你必须要填数字 什么数字呢 就是填上呢 它 这一个网页里面 你要抓第几个表格 第几个表格 你想说是第几个表格 这个网页不是只有一个表格吗 我跟各位讲 它不是看这个表格 它是看 我刚刚讲的 你把滑鼠右键 检查 它问的是这个问题 你要的是 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表格的标签 OK 那你说老师 那目前这个看起来好像第一个 可是这个上面是不是第一个 那我怎么判断 其实判断的方式 如果你用原始码 你就要变成你要从头往上看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你就要填就五 OK 可是你说老师 这样很难看耶 像这样看哦 往下看 是可以算得出来吗 五个嘛 OK 但是如果你假设以后 那个网页很 那个很长一串 然后 你要很难 而且你的表格刚好比较下面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用另外一招 就是在这个检视上方按Ctrl F Ctrl F实际上就寻找了 OK 这个可能要比较麻烦一点 但我习惯用这一招 就是点左 右边这边有没有 按Ctrl Ctrl F实际上就是 我要寻找这个原始码里面的相关资料 我在这个地方填下一个小鱼加一个table 意思是说你帮我找一下哦 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table标签 OK 你会发现它马上会告诉你答案 有没有看到 你找了之后 Ctrl F之后 那我要找table标签 里面有几个 它已经全部找完了 有几个 七个 OK 有没有 这个是七 那目前停的位置是在第一个 OK 所以你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那一个在第几个 你们看到这边这个箭头 向下跟向上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按它一下 它就跳下一个 那你就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不是对不对 再下一个 OK 所以你会按它跳的时候 你会发现左边的画面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这边会反 有点像那个反白 有没有 有没有 按一下 按一下 那你说老师那这个明明不是表格啊 它为什么这边会显示 跟各位讲啊 这个table标签哦 它不只是除了拿来当表格用之外 它有时候也拿来当排版用 所以它那个地方是一个板块 用table哦 OK 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哦 它也是一个表格哦 只是说它的用途并不是拿来当放资料的地方 而是拿来当一个画板块的地方 OK哦 好 所以下一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嘛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 可是第三个很接近 但是它除了那个表格之外还有上面东西 所以第四个看一下 第四个是上面 第五个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按第五个的时候 刚好就是这个区块 那表示是你 所以你就把这个五有没有 填入到哪里呢 填入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五 好了 应该OK了 剩下来就是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没有意外 理论上你应该会看到刚刚的表格资料 它会全部呢 都帮你把它放在RangeA A就是这个地方 OK 如果你没做错哦 但如果你做错的话 它就会出现错误 来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 资料就下来了 OK 应该很快吧 那如果假设有点状况 比如说你刚刚这个空白没拿掉 假设 因为这个也蛮多同学 反正我做都很顺 大家同学做就是一直出一些怪怪的问题 那应该就是经验 你比如你多这个 我看执行会怎么样 它会出现这个 所以如果你看到什么执行阶段错误的话 当然你不要紧张 你按真错就可以了 错应该是会在这个Refresh Refresh就是连点那个网站 有没有 如果你Refresh错哦 你可能检查上面有没有地方 反正因为我们改两个地方嘛 不外乎就是这里啦 那不外乎就是这里啦 OK 所以啊 你看就知道这边多个空吧 怎么样 把它Delete掉 记得哦 再把它停止 重跑 这样应该就会成功了 所以就把它重跑一下 就成功 那另外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假设我这个数字不对啊 比如说我刚刚输入多少输入5嘛 那如果你假设呢 输入1看看好了 其实1会失败 其实1不会失败 但得到的结果变这个 因为它把第一个表格之下抓下 那如果你假设输入是2 2的话应该就是什么 2就这一个 有时候啊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不用像你刚刚那个方案 我都随便乱输入嘛 反正乱枪打鸟 总会打中嘛 也是可以啦 OK哦 反正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啦 反正就一直输入啦 3看看 3有了 可是3的结果 会乱乱的 那当然也有人讲 3OK之后把这上面删掉 可不可以 这些不要嘛 这样也可以啊 然后再把这边排序一下 排序都要点两下 不对 它太宽了 好了 那3应该不行 所以你就把它改4 5 6 好了 反正这个是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的那个范例程式 在第二个单元的第4 主要是改这个跟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爬虫的水很深啦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我们就是先给每个饭 知道一下最重要的 所以你至少要有那个观念 有那个基本的素养 以后呢 你跟别人沟通 就基本比较 没有障碍啦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自己 自己动手写程式嘛 没关系啦 身边一堆人会写程式 只是说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你只要会讲就够了啦 身边太多人会了 随便找一个 真的他很快就帮你把问题解决了 但是你要会跟他叙述 你到底要什么哦 你到底要什么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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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